这个男孩突然意识到 身旁的餐厅老板可能是个间谍 男孩瞬间将老板冰冻了起来 刚冰冻完老板 两名特工出现在他面前 其中一个特工走上前 想要跟男孩好好谈谈 能不动手就不动手了 但是男孩却不讲武功了 先发质词 就在特工刚刚坐下 话还没讲完的时候 男孩直接冰冻了他 剩下的那名特工看到同伴被动 吓得转身就跑 随后男孩在特工身上 搜到了一部电话 上面信息显示 要将男孩送去码头 愤怒不已的男孩准备去码头消灭他们 以绝后患 当他来到码头后 一艘轮船停在驳位上 男孩往返伸出右手 将轮船冰冻 以防逃脱 随后男孩进入船舱 看着面前的普通人 男孩并没有在意 敌视同仁 红统冰封 此时神盾局也察觉轮船 这里有不知名异能发出 派出了斯凯和梅姐 但是男孩已经杀疯了 没只能开枪事情 随后 男孩现一步走出了船舱 关上了舱门 并释放出了异能 将特工没几人 彻底地锁在了船舱 随后开始冰封整艘船 准备将里面的人全部冻死 但他不知道神盾局的人 并不是都在里面 千军一发之际 远处传来一声枪响 原来是斯凯 男孩身中一枪 子弹的惯性带着男孩掉下了海面 逐渐沉入了海底 因为事发突然 斯凯来不及 赶到他面前 只能出此下策 但是冰冻男孩的问题是解决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